我本來以我的個性 我就本來要寫說 把它關到死 才不會再出來危害社會這樣 可是好像身為公眾人物 不能講這樣的話 所以就 當然是希望就是要重罰啦 昨天我收到那個法院的通知嘛 就是說可能我要出庭 因為我是受害人 然後我太太是證人 我本來以我的個性 我就本來要寫說 把它關到死 才不會再出來危害社會這樣 可是好像身為公眾人物 不能講這樣的話 所以就 當然是希望就是 就是要重罰啦 對不對 錢沒拿回來 至少要 它不能再去危害別人啦 我們就還是努力工作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拿不回來了 就審視簡用一點 我們處理 我們一直在檢舉 一直檢舉都沒有用 我想這不是我個人的痛 讓所有的演藝童人 可以換聚一堂 那我至少我有一百多個假的臉書粉絲團 檢舉掉了大概三十個 還很多 還很多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是不是可以跟 因為臉書的詐騙是每一位藝人都有 我這樣問起來是每一個都有 那每一個藝人的臉書如果有三十萬個人 十萬個人 就多少有一些人會受騙 現在誰受騙了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要請我們國外的公司 FB的公司 一定要配合台灣 我們全民在反炸 今天內政部也來了 行政院也來了 警聖署也來了 但是我沒有看到司法院 我希望司法院的法官們 聽大家的心聲 因為我們判決太輕了 法則太輕 沒有人怕 把人關起來 把人賣到國外去 去取器官 取生命的 像這樣保重心的人 你不用給他重罰嗎 我覺得我們國家不願意判死刑 也不願意執行死刑 但是如果判重一點 現在法官就是心存散念 但你不知道你用的吃的穿的 都是明知明高 你心存散念 那些惡徒誰來處理啊 該罰就罰 該賞就賞 該判就判 該重罰就重罰 我不相信 如果騙人然後拿取人器官 你要無期徒刑 你要跟自己的命運來賭嘛 多少一定有的 一定有效的